有人健康,輕鬆也容易,如果是病送,怎麼辦呢? 病痛的確很辛苦,但我們看到神的恩戀很大 我曾經見過癌症做化尿很辛苦,人真的鬆弱 神雖傑的尿毒很高,但他一直到臨死都舒服 他上去煮後,越來越不舒服 神的同罪可以減輕人的痛苦,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心態 當這個人覺得,我死就去神那裡,我有病 我會拔住耶穌,因為我會依靠耶穌 他真的會舒服一點,真的會鬆一點 我拔住耶穌就有平安起來 有些人說,人家又不用這樣,我又要這樣 好像很不值得,但這是一個機會給他依靠神 因為他真的一定要依靠神才行 他不依靠神就不行,其實是好的 因為神都會紀念他依靠他 所以他病的時候,他就不斷依靠神 不斷依靠神,這是一個心態 所以我自己都有這樣的心態準備 如果我有一天有什麼大病 我依然會說,有神 第一,祈禱求神醫治,如果沒有醫治 一祈禱,我相信一定會舒服 祈禱,人會舒服 感謝神,一路祈禱,一路舒服 可以在神裡面很輕散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我們可以幫的人 第一,可以替他輔導,或者祈禱 可以你做,或者他願意來找我 我可以替他輔導,或者祈禱 很多人我看著他鬆的 其中一個人,一個社工 他又是你這個會所找我 他來的時候,他的膝頭痛了十年多 他的手震了可能四十年 他一期研討很鬆,很輕鬆 然後開始發現膝頭痛越來越少 後來就好了 手震了後來就好了 即是他馬上看到那一刻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有些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機會 第一就是祈禱,學到如何清醒神 第二就是隨時可以得到神的幫助 祝福 總之有痛苦,他就拔著神 沒有痛苦都經常拔著神 這就是神想我們做的 我自己都是這樣,我經常都是 一路經常呼叫耶穌,一路享受耶穌 耶穌真是好一刻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是這種心態 總之有些什麼不舒服都會輕鬆 還是我以前的關節痛過現在很多 我現在愈祈禱越少 即是沒有啊 那就是神 我喜歡 ugh 會否 我靠你 刻去 такой 我更以口 野是 零 零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